和大家看的国际消息 俄罗斯和卡塔尔 这两个从未扮过 世界杯足球决赛州的国家 分别奪得2018和2022年的主办权 林忠义辉 Ladies and gentlemen will be organized in Russia 足球的魔力在于千变万化 不到最后一分钟都未知胜负 俄罗斯认为胜出是因为 世界杯未曾经在东欧举办 俄罗斯横跨勾压 市场有够大 占尽天时和地利 俄罗斯会兴建13个新球场 单在场馆的开销就近300亿港元 是四个对手中最多价 另外还要花更多的钱改善交通基建 给有门票的球迷免签证和免费六路交通 来往比赛的城市都是得票的原因 俄罗斯总理普京知道结果之后 马上飞去瑞士借票 之前英国传媒报道 指控有国际捉协的高层收受贵路卖票 普京不去拉票 是想执委会成员能够在无压力的情况下投票 普京就说结果证明申办过程是公平的 派出钻石三民组 最终在第一轮投票 只有两票就出局的英格兰 威廉王子坦然非常失望 今次结果出人意料 在于俄罗斯赢得太轻松 第一轮投票淘汰英格兰之后 俄罗斯就拿到过半数的13票胜出 自02年日韩世界杯之后 国际足协不太鼓励成员合办 无了敬敌的英格兰 俄罗斯要赢剩的西班牙和普洞牙 以及荷兰和比利时 这两对有债务危机的组合 算是合乎情理 The 222 FIFA World Cup is Qatar 至于2022年世界杯决赛州的 阿拉丁神话就会由卡塔尔上演 也是史上首次走进中东地区 有个多亢亚运的经验 大家都相信 钱确实可以将沙漠变成绿洲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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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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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连决赛州都未入过的中东小国卡塔尔 第一关要克服的是天气 因为那里六七月最热 预算要用约240亿港元 兴建和改装12个球场 特别的地方是安装了先进的制冷技术 让球场的温度维持在摄氏27度左右 球员探住冷气踢球也算是第一次 卡塔尔还承诺在赛事完结后 球场会拆除 送给发展中国家使用 第一轮投票卡塔尔就得到11票 只是差一票就过半数 澳洲 日本 南韩 这次出局 斗到最后一轮卡塔尔才以14比8赢美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形容 国际足协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外界都触摸不到 国际足协22个执委会成员的投票取向 早前技术小组做的评估报告 俄罗斯的盈利回报是最低的 卡塔尔更是唯一一个 平为整体运行风险系数高的新办单位 现在两个靠能源出口 创造大量财富的国家都胜出了 但是有一个信息是很明确的 就是世界杯开拓新地区的步伐加快 一些未办过或者足球水平 未是顶尖的成员一样有机会 但按照不会连续两届 在同一个州举办的传统 世界杯决赛州要落回中国的话 至少要等多20年 亚洲电视记者林忠仪报道